以下針對這隻袋鼠作用示範設計 首先將袋鼠的三個視圖載入 分別是前視圖、右側視圖、上視圖 載入之後把三個視圖的位置 通通把它對證到正確的位置 同時把圖片設成大概80%左右的透明度 這個透明度的好處就是 我們在揮織的時候可以透視不同視角我們所完成的造型 進來之後首先有模型載入自由樣式 我們現在尾巴調好了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來調整這個腿部的部分 我們現在勾選離開這個尾巴、身體還有頭部造型的部分 我們再進入第二個自由樣式 那這個自由樣式的話我們也是由球形開始 那我們這個是要做腿部的造型 切換到right 移到適當位置 切換到front 往側邊移動 切換到右方 按住按住 縮小 切換到right 放 走轉彎 往下移動 差不多 再 right 左右移動 往前 往前 再來調整 角落的造型 好 再來底部這個位置的話做表面分割50% 向下引伸 小端 小端 切換到縮方 切換到縮方模式 做 斷面的縮方 按住 輸入R 視角 再把 底部這一塊 拉回 較正確的位置 再轉彎到下面這個面 切換到R 然後往下拉伸 再做小量的縮小 切換到R 再往下拉伸 好 再移動一塊 再往下拉 再做縮小 切換到R的視角 再回來縮方 再縮小 差不多 切換到R的視角 轉彎 再做縮小 一拍 在 大多一點點 再既然 再做引伸 再 54 Ted 超難 & 對 前脚的部分从侧面看是到位,但是在正面来看的话,这个地方要再做越来的调整 所以前脚的造型,脚的造型大概差不多到位,切换到TOP边来观察一下 这个地方要做一点点调整,我们把它切换到检视的隐藏性模式 左手模式,大了一点,我们要在内索一点 框角落,一点点缩方 角落部分 这只脚的造型到位 大概 再把左側帮边稍微压缩一下 切换到效应模式 下压 它吧 再微微内索 好,完成这只脚的造型 把它勾选 再将这只脚近射到对面 再来做手部的造型 一样,我们也用圆形,球形来制作 切换到R四角 我们先把它往上移 然后再缩小 把增量打开 大概缩到0.2 完了之后 我们把它 往内拉 往内一点点 这个耳朵大致上就到位了 勾选 然后把它射到对面 好 我们最后做相关的圆角处理 大腿的部分做两个单位的圆角 在圆角之前 我们要先做 合并 来做另外一边的大腿,合并 然后再做手的合并 再做另外一边的手的合并 再做另外一边的手的合并 然后再做耳朵的合并 再做另外一边的耳朵的合并 全部合并 全部合并之后再做导演角 大腿的部分做两个单位 勾选 再做手部的部分做一个单位 好,再来我们做耳朵的部分 耳朵做0.25个单位 好,再来我们做耳朵的部分 耳朵做0.25个单位 那刚刚是曲面 现在就变成尸体的造型 最后我们来加入眼睛的部分 我们一样 用只有样式来加入一颗球 当做眼睛 那一样,我们把球先框选起来 然后切换到耳朵的视角 先把它往上移动 再把它做梳放 增量码要打开 眼睛的部分梳放到0.005 按住 OK